哈囉,各位大家好,我是小向 我是老謝 歡迎收看小向愛出門 耶,我們現在在南崁爐竹 那我們今天就來到這個地方想說 發掘看看在地有沒有什麼好吃的 因為我們有上網搜尋在社團裡面貼 南崁有什麼好吃的 一路打趴說沒好吃的 你知道很多人說南崁沒有什麼好推 然後不要來 而且我問我南崁的在地朋友 他居然說南崁很多新的店家 他比老店好吃 我們今天還是會努力吃 就是有老有心 我們還是希望可以支持在地的店家 好,那我們今天就要準備吃爆南崁囉 GO,跟我們一起吃 這裡也是爐竹好嗎 其實是叫爐竹 所以我們在爐竹跟南崁中間 不是,爐竹是這邊 桃園市爐竹區 是我們自稱這塊是叫南崁 就像是青浦那邊 為什麼叫自稱青浦哥哥 那邊是大園區 就像我們住那邊 明明就是龜山 可是自稱是林口 沒有不一樣 林口有林口區 龜山有龜山區 它是本來就有那個區在的 這個我完全不懂耶 我也不懂為什麼 我完全聽不懂 I don't know why 反正就是這個樣子 OK,好,那我們就出發吧 好,GO 我們現在來到這一家是 道地滷肉飯 那這一家店它是在地生耕很久的老店 你怎麼會知道 是朋友推薦的 店裡目前沒有什麼人 那我們現在來吃吃看這間如何 到底是有多厲害的滷肉飯呢 我很疑惑 敢取這種名字對不對 道地 滷肉飯 一個板子擋住了 現在哪裡內用都要有板子 好,沒關係 你來看一下那個滷肉飯 因為它其實剛上來的時候 我隔著口罩就聞到那個酸菜的香氣跟肉燥的味道 滿重的 可是我看它 我會覺得是有點乾乾的滷肉飯 好,他們的滷肉是有點帶皮的肉燥 它好像有滷肉飯跟肉燥飯 它滷肉是肥皺都有 然後搭配它的酸菜我覺得蠻好吃的 它的香氣很足夠 那個滷肉的香氣 我們這多少錢? 40塊 40,這是小碗的 我真的覺得40塊有點貴耶 有點小貴 這個的話就是老蟹硬要點的 就是豬肝 我真的是不愛豬肝,你先吃 豬肝達人交給你 我是戀愛達人,我是豬肝達人 交過10個嗎對不對 我覺得普通 因為人家網路上面說它豬肝是很粉嫩粉嫩的 那我吃下去是覺得有點偏硬硬的 我剛好吃到的這一盤是煮的比較熟透一點的 因為豬肝那個時間有點難拿 我知道它如果只要放久一點,它就會變得很硬 好,沒關係,不用再講了 NG 牛蚌絲不是每個地方都有的嗎 但是我不知道牛蚌絲它好壞 會不會倒差很多耶 有沒有需要一盤壽司在旁邊 有沒有 為什麼我一直壽司 牛蚌絲通常都放到壽司旁邊啊 好,剩下給你吃 欸,好像是尷尬了 超高了 我沒有,什麼叫尷尬 我是說好吃的剩下給留給你吃 你完全沒有多說什麼話,你就直接放旁邊了 各位對不起 我覺得我要餵它的豬肝冰翻一下 那我煩喔 剛剛只有吃到的第一塊是偏乾的 其他塊都是很嫩的 我沒有被威脅 這這樣代表它的品質不一 因為豬肝的熟度比較難拿捏 其他的好吃,真的是蠻粉嫩的 不會有那種刷刷乾乾的感覺 我覺得它牛蚌絲很好吃耶 而且甜甜的 很多牛蚌絲吃下去是爛的 它是還有嚼勁的 這個做那個阿什麽超適合 旁邊買個壽司跟沾 我們現在吃的下一家是 許家肉圓甜不辣 人家說他們這一家的肉圓甜不辣炒麵都很好吃 這個炒麵加一個小碟 對對對,謝謝 這樣就可以了 謝謝 好,那我們先裡面做 哇,你看這個辣椒 哇,這自製的耶 這個自己做的蠻厲害的 我第一次看到辣椒竟然是長這個樣子 看起來像干貝醬之類的 然後這是他們的炒麵 就是加一點辣椒到他們炒麵上 特製的必加不可 太多了 沒關係啦 你這個不吃辣的人 上面有加一顆蛋 然後還有一點肉燥 肉燥蠻肥的 因為我們剛剛有加那個辣醬啊 不知道是 是到底有多辣 它的麵是屬於細的炒麵 就是油麵啊 很油 很油 嗯 它就是油亮亮的炒麵 它就是用 有油甜辣 誰讓你加那麼多 剛剛又有人不自量力的加很多辣 明明就不吃辣的人 沒有,我剛剛看那個辣椒醬 看起來是皮味而不是辣味啊 就下去還蠻辣的耶 真的很適合在工地裡面吃 就是需要體力的 假醜肉可以來吃 旁邊還有一碗甜不辣 其實現在好像已經很少看到賣這種甜不辣 碗裝的甜不辣 我小時候很常吃耶 小時候都是那種 野小碗四十這樣子 野小碗 有啊,在台北很常吃 它的甜不辣的醬偏甜 蠻甜的 但是甜不辣蠻Q的 甜不辣的醬本來就是甜的 好吧 但是我覺得味道不夠重 會不會是因為那個吃太重 先來吃吃看它的甜不辣 頭髮好醜 醬是偏甜的,沒錯 對啊,很甜 偏甜,還可以 還可以 炒麵 味道很足夠 很辣 可是我覺得很香耶 雖然它很油 你們看那個油亮麵的金黃色 油亮麵的表面 工地吃應該在中山 你看辣椒真的是有辣到 好,亮麗二維 雖然是自製的 那你不要加太多好不好 好,OK 我吃不下 我們要吃下一家 等一下要去喝飲料了 今天要喝的 就是慢市場 哦,終於要喝飲料了 知道為什麼要找這家嗎 因為呢,它是我們的朋友開的店 因為剛好呢,他們在南崁這邊開了一間 所以我們想說來這邊喝一下 就是剛好我們要拍這個特輯嘛 幫忙一下 天啊,這個天氣 加上我們吃那麼多食物 沒有來個飲料怎麼可以 慢市場來了 Yeah 我們朋友的店到了 欸,奶蓋紅,奶蓋綠 欸,乳酪耶 好酷哦 對啊,我會覺得乳酪 欸,上面是那個馬鈴薯小姐 哪裡 YouTuber啊 要酸甜的老... 哦,哎呀 給老闆決定 哦 老闆說喝什麼就喝什麼 好嗎 好吧,OK 好 這個是奶蓋綠 有泡芙 你可以這樣子 拿著小泡芙沾著它上面的奶蓋這樣 當作在吃點心這樣 沒錯 或者是說你的嘴巴跟我一樣大的話 可以怎麼吃 直接要喝的 我看到很多冰塊 很燙很燙 當吃完辣現在要吃這個 很燙很燙 除了泡芙之外 還有撒那個Oreo粉有沒有看到 Oreo碎片 因為我剛剛說我要微糖 下面這個全部都是微糖的 所以完全不會膩 我覺得還蠻讚的耶 巧克力的給你喝 用力抽,抽,抽下去 哦好好喝哦 欸,好醜哦 那個嘴巴,不行啦 不行嗎 很醜 你看燕琳喝得那麼漂亮 真的是對你感到失望了 人帥怎樣都好看 你沒有帥好看 很好喝耶 它的那個奶蓋好濃郁哦 對,而且我覺得 如果你是特別愛吃巧克力 或是巧克力控的話 你上面搭配這個Oreo餅乾 你應該會愛死 你為什麼眼睛要一個空洞 我不懂 看他眼睛好酷 它的可可粉是 吵死了 它的可可粉是比較 有點稍微苦的 就是無糖的那一種 搭配它Oreo碎片甜的 還有奶蓋是鹹的 味道是三種層次 然後在下面 烏龍茶又綜合了它所有的味道 烏龍茶要怎麼綜合它所有的味道 就是它上面已經被綜合了嘛 然後下面再綜合一次 所以又是 我自己在亂講話 他們的新成品 雲朵紅柚 紅茶配上紅柚冰沙 來喝看哦 水果配紅茶比較少見耶 為什麼啊 通常都配綠茶或青茶吧 下款下款 哦很解渴哦 好喝吧 可以不用氣吟 你可以講出來 有點像檸檬紅茶的感覺 看你杯子拿起來 我看裡面有很像雲朵的那是什麼 就是那個柚子打成冰沙 然後放到紅茶裡面 所以說冰沙會聚在一起 所以看起來很像一塊一塊雲朵 超解渴 他剛剛一進來不就吵著說 他想要喝清涼解渴 你看那個臉 是不是認同我吧那個臉 他快喝完了 我們帶著飲料走下一家吧 Go Go 現在這家厲害的 胡同棚新疆拉麵 你看裡面那個麵 超酷的 這麵也太粗了吧 是怎樣 這個麵看起來很像魷魚絲 真的有像耶 超像魷魚絲 而且好像是酥炸的 我第一次看到這種麵 炸麵喔 超厲害 然後我們就來點一下 聽說那個 新疆撒子 還蠻厲害 撒子麵啦 撒子麵 撒子喔 我們來點個新疆撒子麵 我們的油醬如果有羊肉羊肚 你再給這個油豆干都非常漂亮 油豆干這個嗎 對 豆干你可以咧 你們幾位啊 兩位而已啊 你可以來個羊肉羊肚 或者是你再給我 非常 非常具有新疆風味 好 那我再一個這個好了 羊肉羊肚嗎 羊肉羊肚好了 你們去 好 慢慢倒 哇 拿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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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 好 我這個叫做 新疆撒子麵 不是撒子 是甩子 甩子 啊 沙子 沙子 我不太念那個字了 一個石再一個扇 甩子 甩子 這個是拉麵跟甩子麵的Mix 這個是羊肉跟羊肚的Mix 不是 裡面東西也太多啊 它不只羊肉羊肚 還有Mix豆干 它真的是蠻大份 我有嚇到 一看就知道這不是台灣的料理 它這個麵真的是苦 真的是苦 沒有看過這種就是 用來泡湯的 有點像鍋燒意麵 可是又在炸得更 更酥 有欸 很像鍋燒意麵 鍋燒意麵在炸得更酥 因為鍋燒意麵也是炸的 應該是我這一盤裡面 脂糖味滿重的 這個羊肉湯好喝 好喝 這個 難怪我剛剛看他們那邊熬那個羊肉骨湯 就是好幾大鍋 好幾大鍋 好幾大鍋然後都很軸 看不到裡面 很軸 不知道裡面到底有什麼東西 你喝喝看 太扯了 太扯了 這太好喝了 這太好喝了 看這羊肉骨 很好喝對不對 這個湯我嚇到 這湯好好喝 這湯可以外帶嗎 這湯很強的耶 這好喝 你看這個羊大骨 這就是羊排啊 你看 這羊排啊 完全我小氣 它給蠻多片的 來吃吃看 這個麵 我看這個麵粗度不一樣 應該是手工的 你看還有比較粗的地方 這麵好吃 它麵本身還沒有吸到那個湯 所以比較沒有味道 它麵本身 本體沒有味道 點這個灑子味道比較重 對 因為這個 會吸到 會泡爛 嗯 我覺得點那個灑子 你們都會比較愛一點的 你看什麼比較好吃 我們還沒有吃到它的涼拌 涼拌 涼拌來來來來 這個是羊肚 看起來真的滿開胃的 羊肉 看起來滿乾的 喔 它有那個 醬料是酸的 還滿 滿開胃的 很香 魔芋 魔芋 不能講它名字 為什麼 就是 就是 大陸的小點 嗯 味道超像 超級像 而且它這個湯拌裡面 除了 羊肉跟羊肚之外 它還有放一些 就是豆干在裡面 因為我本身很愛吃豆干 羊肉 它羊肉 偏乾一點點 這個羊肉偏乾一點點 洋蔥好好吃 洋蔥很好吃 洋蔥很甜 很好吃 我覺得羊肚很好吃 羊肉燒乾一點點 這個是有 代品代金的羊肉 你吃吃看 你吃吃看跟那個涼拌的一不一樣 這樣滿厲害的 喔 它滿多的 但我覺得它的那個 湯的羊肉 比較沒那麼的乾 湯的比較 軟爛一點 因為有滾 有煮 有煮爛 有煮透 這家其實還滿多在地人推薦 而且它評價算高 它評價是很高的 因為愛吃羊肉的 就會想要來吃 他們這邊的羊肉湯 羊肉湯麵 拉麵 還有他們的肉 這家呢是 胡同彭家老鋪 大家可以來到南崁這邊吃吃看 我覺得是沒有吃過口感 很喜歡吃羊肉的 你應該會很愛 這家真的很推 我覺得還滿不錯 現在這家很厲害 厲害的 這家叫做 李西餐廳 可以內用耶 這家是聽說 在南崁 就是這邊 已經有三四十年以上的歷史的西餐廳 李西餐廳 對 在地人都知道 大家都說必吃的就是那個 雞腐炸雞 對 那我們就點個雞腐炸雞 然後我想說 想要點個甜點 吃看他們的甜點 吃起來如何 有香蕉蛋糕 紅蘿蔔蛋糕 起司蛋糕 聽起來滿酷的耶 這胡蘿蔔蛋糕 這巧克力跟 那是什麼啊 蘿蔔蛋糕 喔 欸 乾哪一個 胡蘿蔔蛋糕好了 好酷喔 可以啊 胡蘿蔔蛋糕 到那邊點啦 好 OK 我們在位置上點餐 好 我們的雞腐炸雞 哇 好大塊喔 超大塊 來 超大的 這根本 跟雞排要兩倍 而且它這個雞 看起來很多汁 它旁邊還有放那個橄欖油 就是調味感覺是滿足夠的 這邊還有放那個橄欖油 大家有看到嗎 喔 有耶 然後先往下切 來囉 避免它的醬汁爆出來了 爆出來了 哪裡哪裡 這裡 大家看到 有看到嗎 剛剛那什麼東西 它裡面是煲湯的喔 它那個醬全部都爆出來了 哇 這個醬汁也太扯了 太扯了 太扯了 怎樣電到喔 好神奇的味道 我覺得它的味道應該是滿複雜的 大家一定要來吃這家 真的一定要來吃這家 它的醬是酸的耶 它有放檸檬醬在裡面 所以說它吃起來完全不膩 然後它外面炸的那層脆皮 又非常的酥 可是它的那個雞肉 嗯 說很嫩我覺得還好 就是沒有說那種就是完全不柴 它感覺是雞胸 所以說稍微柴一點點 但我覺得它那個口味跟口感 台灣的西餐廳我沒有吃過這種的 哇 這麼浮誇 真的 它的那個味道真的還滿特別的 難怪會這麼多人說 來這邊也要吃這個雞腐炸雞 真的真的很特別耶 為什麼馬鈴薯中間會有一個噴泉 它有點類似高湯 你吃吃看 它裡面是濃的喔 它是很濃的那種喔 很燙喔 冒煙喔 快吃 哇 好好吃喔 很像在吃那個馬鈴薯濃湯 對 它裡面那是濃的 嗯 我們現在在這家就是米西餐廳 這家真的非常好吃 而且它在南崁這邊 大概已經有三四十年之久了 非常的久 而且你們來這邊如果經過的話 我覺得不會發現它 因為它很隱密而且沒有招牌 但是這邊真的很多人吃啊 我覺得還滿不錯的 口味還滿特殊的 隱藏版在地人才知道的西餐廳 大推 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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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也是沒有 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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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 有 欸 這家嗎 欸 可以停進去嗎 可以啦 可以啦 下面寫營業鐘 哪裡 我看到營業鐘三個字 可是我沒看到在哪裡 有 沒 那邊寫營業鐘 就在這邊 營業鐘 我們進去裡面 哇 我們直接到工廠裡面了 欸 是可以進去裡面 欸 可以耶 你好 有預定嗎 對 有預定 有預定 欸 我是第 一個鹽 跟一個 Bagel 謝謝 謝謝 所以你們都是當天的那個出來list 然後上網 跟你們預定才有 欸 就是看這個 喔 我每天都有那個固定的 喔 原來是有固定的 可以看到它上面有這個 然後如果你們想要買的話 他們是有FB粉絲團 他說這個鹽枝花是最好吃的 那我們等一下就來吃吃看 這個鹽枝花跟我們的 Bagel 大家看一下這是鹽枝花 它應該就是上面有灑那個鹽巴吧 然後裡面應該是有奶油 喔 裡面是軟的 我有吃過 欸 它麵包 算硬喔 很粗很硬喔 非常紮實喔 體質的口感 要咬餅就多吃 我怎麼記得鹽枝花的內 內層是軟的 欸 我有吃到 裡面有點脆脆的 很像餅乾的口感 是喔 有包料的嗎 不是 沒有包料 我不知道為什麼 吃到一個脆脆的東西 但是裡面又很鹹 你要不要吃吃看 很硬對不對 喔 欸 有欸 這個咀嚼劑很厲害喔 對不對 它就是 它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我覺得是 是 奶油嗎 不是欸 脆脆的 咬到東西欸 我也看不到東西啊 它超咀嚼的欸 你很像有咬到東西 然後 脆脆的對不對 葡萄乾的那種感覺 它有葡萄乾喔 有啊 就咬到葡萄乾那種 沒有 那種咬到的感覺 可是沒有葡萄乾的味道 你在賭什麼啦 好好吃喔 欸 這鹽枝花是好吃的欸 很神奇喔 好好吃喔 欸 你好濕喔 好的 這次小巷呢 跟老蟹就是來吃爆我們的南卡 Yeah 然後這裡也是爐竹 爐竹區 大家有機會可以來這邊發掘一些美食 那如果說有剛好是桃園 然後屬於南卡或是爐竹區的人呢 你們可以下面推薦有什麼更多好吃的 多多讓南卡在地的美食發揚出去 對 這家我覺得很讚 這家可以吃吃看 因為他們是算手工自宅的工作坊 嗯 很棒 好的 喜歡小巷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還有小鈴鐺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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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sky is falling down